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晚不是冷气团了 今晚是东北季风 那我们用台北侧站夜晚的温度 来告诉大家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我们的温度场的部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先来注意到 今天晚上东北季风的影响 东北风影响时间呢 两天的时间 周二 周三 两天的时间在东北风的影响 接着礼拜四开始呢 大家准备要开始放假了 心情好了 温度也上升了 因为晚上的冷空气强度减弱了 气温的部分可以升到16度了 那再来到礼拜五的时候就小年夜 小年夜冷空气再减弱一些 接着到了初一的时候呢 其实在小年夜到除夕的时候呢 有一点点微弱的东北风增强 强度并不是很强 可是呢 到了初一的时候 冷空气再减弱 气温的部分会再上升一些 所以以目前来看 四 五 六 日 这几天来说就到年初一哦 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呢 就是在东部地区早晚有点短暂雨 西半部地区都是天气晴朗 所以呢 剩下的这几天 在整个包含了桃园以南的朋友 都是晴朗而稳定的好天气 那台北呢 只有在台北东边的部分 东北角 北部海岸线 基隆跟宜兰会云层略为多 花莲以南甚至阳光也都会露脸的哦 好天气的时间就到大年初一 大家出去拜完年之后呢 年初二准备南来北往要回娘家之时 要注意咯 因为最重要 初二的温度要下降了 因为冷气团也就在下个礼拜一 大年初二的时候开始由北往南而下来 接着冷空气最强的时间点 就是在南阿宁回到娘家之后 因为初二晚上冷 北部地区12度 接着到了初三的晚上呢 北部地区只剩下10度 所以呢 在初三的时候呢 大约就是在强烈大陆冷气团 到接近寒流程度的冷空气 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中部以北 那对于天气系统来说 仍然是东部地区云多 飘点雨 主要在易安东北角 而在北部海岸线的部分也有飘雨 可是到了桃园以南的话呢 大年初二初三也都是属于晴朗 所以仍然是东部早晚雨雨 西部天气晴 接着到了初四以后 气温的部分随着冷空气的减弱 再略微的上升 所以呢 你要特别注意哦 注意什么呢 大年初二回娘家 南来北往往北走穿着要保暖 所以气温上升幅度到年初一 初二的天气就会开始寒冷 那接着来看一下 今天的真实色彩的云图 云图上我们可以注意到 偏着东北风进来 水气的发展 仍然是已在北部地区明显 东半部地区云量多 中南部的朋友就会发现到 今天的云凤中阳光露脸 有些地方阳光 感觉起来还蛮舒服的 不过到了天黑之后呢 还是温度状况比较偏低一些 穿着方面要特别的注意 可以看到整个强风 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高空场的一些云层 发展出来的一些云带 正好在台湾海峡的上空 接着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 云层的发展 在华中地区有些云层 它逐渐的由西往东的方向走 北方的冷高压系统呢 它快速的下来 冷空气的强度的部分 在今天的时候是减弱一些 所以呢今天就由一个冷气团 渐渐的变为是东北季风的影响 因为晚上北部地区的低温 就会在14度左右 感觉起来早晚比较偏凉一些 那从地面图上也可以看到 一个小的高压系统 已经逐渐的进入到达四川 正在逐渐的东移当中 明天这个高压 当它在明天下午出海之前的时候 它会带来一些东北风 使得我们的温度状况 被北部的朋友仍然比较偏凉 因为云多 高温的部分没有阳光 上不去 但中南部的朋友呢 日夜温差相对的明显 再来我们看到地面图 高纬度这边 又有高压系统要下来 这个高压系统再来就是 等到下一股冷空气的影响 是这个高压系统的影响 接着我们用两个时间点 来告诉大家 先来注意到大年初二 大年初二的时候呢 北方的冷高压开始东移了 冷空气的强度开始增强了 温度状况在初二这一天的时候 下降的幅度来说 就会比较明显 所以要提醒您 往北走 晚上冷 北部的低温就在12度的低温 穿着方面一定要注意保暖 往南走 大年初二的晚上呢 南部地区就是在14度左右 那接着呢 到了初三的时候呢 在这初三的天气形态来说 随着北方的冷高压系统呢 它逐渐的东移 进度到达了北寒之后呢 我们的风向 仍然是偏着北风进来 温度状况仍然偏低 北部海岸线就只有10度的低温 到了中部地区12度 南部地区的话 也只有在14度的气温 所以在初三这一天的温度 仍然比较偏低 那到了初五四之后开始呢 初四以后 温度状况就会开始逐渐的上升 所以我们的温度形态来说呢 就要到年初四到初五的时候 温度慢慢的再回升下来 所以呢 整体的年价来说呢 就是在初二到初三这波冷空气 是比较偏强的 但明天呢 要注意的是 东部地区早晚有短暂雨 西半部天气晴了 来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 晚上的温度还是偏冷哦 白天的高温 北部云多 高温上不去 大概有15 6度左右 到了新竹苗栗以南 阳光露脸 中部地区阳光露脸 中午舒适 早晚天气冷 因为晚上辐射冷却啊 那南部地区中午舒适 早晚冷 晚上骑车要保暖 东半部是早晚在东北角的 到宜兰云多 外岛地区的夜晚温度 比较偏低 回来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看到 云的部分来说 以东半部有雨 西半部地区都是天气晴了 冷空气的强度预估要到了 大年初一初二以后 开始温度才会再下降 那到了外岛地区来说呢 夜晚温度仍然比较偏低 小叮咛 两件事情要提醒 特别注意 早晚冷 骑车穿着 也要保暖 另外海边风大 骑车的朋友要注意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